怎么升翻 基本上前翻抱过来 你一定要有规则的把它叠好 不要乱团 你乱团了以后 你升到一半的时候 你发现它是反的 那就很麻烦 这个滑槽是两个滑槽 一个左滑槽 一个右滑槽 但是有滑槽的 基本上都会带一个卷翻器 就是说你不用 每次都把它降下来 但是升翻 有很多人的翻边知道吗 为什么会折掉坏掉 就是因为两个人没有配合 首先是你往进刃 把你所有的要升的地方 给它捋到底 指挥你下边的人 让他看着你慢慢往上了升 就是说 有的时候都别到这样了 那边还在拉 那整个一个前翻边就坏掉了 来 升 对 一定要两个人干活 一定要看着 对 你给它送翻边 好继续送翻边 继续送翻边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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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看啊 你是不是 有的时候一这样 整个就把这个前翻边给拉坏了 但是你缝呢 它会厚 有的时候滑槽也根本没法再进来了 好 上 上 上 对 hold住你的力 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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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对 这个就是两个人干活一定要互相看着 好 上 上 继续上 继续上 继续 继续 好 这个就基本上升到顶了 升到顶你后边的人会继续往上了 把它锁住 大家看到了这个就是升翻基本完毕 注意的事项还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啊 一定要把你的翻捋送了 不然就会很麻烦 OK的 好 其实我们船上所有的工作 每个人虽然是一个单独的个体 但是我们又需要互相的配合 所以呢 干活动 知道吗 一定要看着你的另外一个人如何的配合 那我们现在呢 就 准备一下啊 因为今天还是有点分的 有分怎么把它降下来啊 首先把你的翻呢 要让它打开 打开一个半受风的状态 就是如果你全受风呢 翻会很硬 那这是一个半受风的状态 就是稍稍的风在带着它 它出了一个弧线 那我们现在开始降 本来这种降翻呢是需要三个人 因为就是把后翻边拉回来 整整齐齐的再把它降下来 那现在呢我们只有两个人 两个人也可以完成这个活的 好 你把绳子带在手里 带到手里 把卡扣打开 好 好 一个手带动绳子这样的 如果你不用它 你就这样的 把手反过来 反过来 怎么说的 反手啊 抓住它 另外一个手帮我来捋 这个翻边 好吧 好 那我们开始这样啊 看 这种的滑槽的呢 是一定要 它看着 就是说 它的 手上的绳子啊 一定是要有 有一点力的啊 不能是直接放开了 我们俩往下拽 因为这样的情况下 会把翻拽坏 也会抖坏 所以呢 我们会这样的 不断的两个人来 配合 对 对 这个就 很容易就把它降下来了 好 然后因为有分 那我们尽量就把它压住 降每一步都要把它压住 好 那这个是降翻 我们就这么简单的完成了